开关上面这个符号各不相同 到底哪边是开哪边是关呢 因为厂家不一样 它上面的符号各不相同啊 先说一下这种最标准的这种图号的标注方法 你看这个开关上面是一个圆圈 下边一个竖道 这圆圈呢就是个零 零的意思呢就是啊 按到这之后它就是个关闭的状态 而下边的竖道呢就是个一 数字一呢就按到这以后 就代表它是打开的状态 当它打开的时候呢 在它斜对角的这两个出点 可以看一下 打开的时候这两个角呢 就是导通的状态 当把它关闭的时候 这两个角呢就是断开的状态 我们用弯表给大家来测量一下 看下到底这个方法对不对啊 首先把它先调到打开的状态 我们来看 你听这两个角就是导通的 当把它按到零的位置呢 你看就不导通了 这个是最正规的 它的一个标注方法 一眼呢就能知道 但是呢对于另外这两种啊 它的标注方法都不一样了 首先看像这个上面呢 只有一个小白点 而这个呢只有一个小黑点 其他的地方呢并没有任何的标识 其实呢像这种开关 它这个开的方法呢 首先就是啊 把这个圆白点按下去以后 这边是开 这边呢是关闭 首先也是一样 你看把它打开的状态呢 这两个角它是导通的 当把它关闭了以后 这两角它就不导通了 从这个三个角有的一些开关 三个角这个外观也能看出来 你看啊 这个是金黄颜色的 而这两个是白颜色的 在它斜角的位置呢 就是说明它是打开的状态 然后这边就是关闭的状态 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另外一种啊 你看只有一个小黑点 没有白点是吧 它这边也没有任何的标识 其实呢像这个小黑点这边呢 当把它按下去以后 说明了这个开关 就是打开的状态 打开之后也是一样 这两个白角看一下 它就可以导通了 当把它关闭的时候呢 这两个角就断开了 这两个是控制这个负载的 而这个金黄颜色的这个角呢 它是内部有个直灯的 是接直灯的零线的 这个接线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啊 当把它按下去以后 开通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部结构 你看这两个角就导通了 是不是 这个呢我已经把它给可拆开了 这样呢看的就更加的直观 当把它关闭的时候 你看 哎 这两个角就断通 就断开了 是不是 这样呢 就接触在一起了 这个呢就是传信开关 它上面这个标识 它的一个 有一个作用啊 有一个作用啊